Hello 大家好 我是Avi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这期呢我就想来盘点一下 世界上最贵的那些葡萄酒 为什么会有做这期节目的想法呢 前不久看到一个新闻 说呢一对雌雄大盗花大钱 把自己装扮的一看就像有钱人那样 去到了西班牙一个米其林二星的餐厅 见过了工作人员之后呢 就潜入人家酒窖里面 偷走了价值百万的葡萄酒 当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哇塞 真是董酒啊 拿的都是一些稀有年份贼贵的葡萄酒 说实话要是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 摆在你面前你知道拿什么吗 所以呢就有了今天这期节目 就给大家科普一下万一机会来了呢 这期呢我主要说的是葡萄酒跟甜酒 如果大家想看最贵的香槟的话 在上方扣一我再另出一期 首先呢我们要清楚葡萄酒它为什么会贵 把你的想法抠在上方 贵的葡萄酒呢我总结都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稀缺性 如果一款酒呢它本身酿的就很少 但是呢有很多人想要买它 它的价格自然呢就是todermoon 第二酒庄本身的声誉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些酒款 其实人家本身酒庄就是非常有名 第三就是酿酒的成本 比如说我们种地啊酿酒啊 雇佣人力还有市场营销这些成本加起来 决定了这一款酒的起始价格 现在我们知道他们贵的因素了 那我们来盘点一下那些很贵很贵很贵的葡萄酒 排名不分先后 首先呢我要讲的就是罗曼尼康蒂 根据记录呢 1945年的罗曼尼康蒂红葡萄酒 以55万美金成交 现在呢首付都是争先抢后的要买一瓶 它已经不是简单只是一瓶葡萄酒了 变成了艺术收藏 富豪的一种身份象征 看我节目喜欢甜酒的姐妹们 到你们又有签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收下这一瓶甜酒 就是低筋贵斧酒 根据记录呢 1811年的低筋贵斧酒 卖到了11万美金 这款酒贵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生产成本巨高 葡萄感染了贵斧菌之后呢 会极度缩水 所以你要用到很多很多葡萄 来酿造一小瓶 另一个贵的原因呢 就是这款酒它特别能成年 已经成为葡萄酒收藏家必收的一款酒 你要问起喝美国哪怕酒的人 哪怕什么酒最贵最有名 我觉得99%的人都会跟你说是 笑音 Screaming Eagle 根据记录啊 六升庄的1992年 笑音卖到了50万美金 我的天 350万人民币啊 那笑音这款酒之所以会特别有名 就是它连续的好几年 拿到罗伯特帕克的满分酒 我呢 有幸尝过一次 笑音是我一个朋友很大方分享给我 我是买不起的 但你要问我尝过了之后 觉得值不值啊 嗯 我觉得哪怕还有更多更好喝 而且价格更低的酒 Next 可能有些酒鬼啊 从来没有听过白马酒庄 白马酒庄呢 其实跟我们非常熟悉的 拉菲呢 是同一个级别的酒 根据记录呢 1947年的白马酒庄拍卖到 30万美金 大家会问了 那1947年的酒 到现在还能喝吗 可能别的酒 我不能打包票啊 但白马酒庄 这个酒就是出了名的能藏 Next 行行行 我就知道你们在等什么 拉菲酒庄 是不是 说到要最贵的酒呢 拉菲 肯定是榜上有名的 根据记录呢 1869年的拉菲 卖到了23万美金 又是一个百万起跳的酒 拉菲的崛起 中国市场绝对是功不可没 但据说啊 在中国喝掉1982年的拉菲 比他们生产的都多 所以呢 结果要入1982年的拉菲 真的是要小心谨慎 那为什么经常我们会听到人家说什么 1982年的拉菲最好 那这1982年它好在哪里 就是1982年这一年呢 波尔多的夏天炎热干燥 对种植葡萄呢 简直就是perfect 干燥炎热的气候呢 使得葡萄源没有虫害 而且葡萄可以很好的成熟 才会有我们一直现在挂在口边的 来一瓶 1982年的可乐 好了 看完这期节目 你们知道下次去餐厅 想看Ivy盘点最贵香槟了 在下面留言 或者你们想看什么盘点最贵威士忌啊 最贵白蓝地 最贵龙蛇蓝 都在下面给我留言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